在六年前的5月12号 下午2点27分 一场八级的强震 撼动了四川省的汶川县 有69,227人失去了生命 37万多人受伤 另外还有近18,000人失踪 那么当年在地震后 深入灾区来调查采访的 异议作家谭作仁 则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看出了五年的徒刑 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份 才刑满获释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就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 当年在灾区和谈作人 一起进行调查 那么现任公民异报的主编 杨宇来谈谈当年的情况 杨宇你好 你好 是 欢迎你来到 美国基因的现场 我们先来看看最新消息 我们看到今天是六周年的纪念日 那么在四川都江宴 有一所聚园中学的 这个罹难学生的家长 他们就试图要到现场 进行这个祭奠的行动 可是却遭到了警方 相当严密的这个戒备 还有阻挠 那么甚至一度还爆发了肢体冲突 你觉得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局为什么对于 汶川地震的相关事务 仍然采取这种 讳莫如深的处理态度呢 首先呢 是我想请问中国政府 它为什么害怕一起 六年前发生的这么一个 汶川地震的一些真相 那么在这个真相的背后 涉及到多少教育部门 以及相关主管单位的 一些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 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没有看见 任何一个官员和任何一个个人 为汶川地震中倒塌的学校负责 是 那我们知道这六年的时间过去了 六年前你跟着谭作人先生 一起到了灾区去采访 我们也看到了刚刚很多的 这个录像画面 稍后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地播放 跟我们谈一谈当年你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六年以后你觉得当时所存在的 这所谓的豆腐渣工程的相关的问题 是不是获得了解决 当年我在灾区采访调查的最深刻的记忆呢 第一个记忆呢 是当年灾区的气味 虽然今天中国政府在地震灾区 设立了一些什么地震博物馆 纪念馆什么的 但是它这个气味 它绝对无法复制 因为这个气味 对于我们在灾区深入调查的人来讲 它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因此无论中国政府 用什么样的技术性手段 它始终无法复制 当年灾区的那种气味 第二个记忆就是 我们对每一个 遇烂学生家长的调查 他们的眼神 以及他们的表情 到今天为止 在我的记忆里 应该说是记忆犹新 甚至说我到今天 仍然不愿意去过多地回忆 家长们当年的一些表情 以及他们的眼神 也就是说形成 对我们深入采访的人来说 形成了一种创伤性记忆 那么六年后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们与这些家长 是不是还有保持联络呢 有些家长与我们到现在 也有保持一直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那他们是不是在未来 你是不是有计划 我们知道你在2012年来到了美国 是不是有计划将来如果回到中国 要重新回到汶川当地去看看呢 对 要看一看家长 家长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以及更多的是家长们的一些心理状态 是什么样子 是 那么杨宇 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话题 我们看到了最近在中国一连串的这个逮捕事件 从记者高瑜到维权律师普志强 还有一连串的参与这个所谓六四纪念相关活动的参与者 都遭到了当局的逮捕 我们也看到了谭作任先生 他在他的网站上面发表了对这些逮捕事件的看法 那么你也提到他立刻遭到了当局的这个警告 跟我们谈谈你对于这一连串逮捕事件 先谈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对中国政府最近的一连串逮捕事件呢 我的第一个看法是麻木 因为呢我在中国的时候啊 也经常被中国政府官方的人员进行约谈和拘留 那么第二个看法就是 我要抗议这种非法的这种逮捕行为 这种逮捕行为完全已经背离了当下中国宪法 而且这种逮捕行为呢 基本上就是在维稳体制的这个思路的指导下 继续地把中国社会引向一个更危险的道路 是 杨宇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中国社会运动人士艾晓明 他最近呢就在网路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深切怀念我坐牢的朋友们 这样的一篇文章啊 我们来看看艾晓明他又是怎么看的呢 他说呢 早上起来坐在电脑前 连Google Plus也打不开 悲惨的世界观油然而生 这是怎样的世界 不值得留恋和生存 但是我们依然被迫活着 这是由于各种的牵挂和责任 那么艾晓明女士她还说 把无罪的人关起来 来吓唬全国有正义感的公民 这件事很好玩吗 那么她还说到 所有渴望社会公正的人 都应该分担他们的命运 把该说的话说出来 该走的路要继续地走下去 那么艾晓明的心声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心有同感啊 你对于他发表的这些看法 你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的感受是 把这些中国的良知人士 关起来这件事情不好玩 而且相当令人沮丧 虽然令人沮丧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同样有信心 继续从事公民运动 我们在国外的人呢 现在拥有了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 我们当然就有责任和义务 把国内的人不方便讲的话 不方便干的事 我们在国内 在国外同样可以进行 是 杨宇你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国外 有很多的自由程度可以来进行 我们来看看2012年 你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你觉得习近平 不会在言论方面 做出更宽松的动作 相反的会继续地加大 压制言论自由 还有新闻自由 那么当然我们最近看到 这一连串的逮捕事件 或许也印证了你当年的推论 跟我们谈谈你接下来的计划 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呢 我未来计划 第一个是先把英语学一学 然后呢 继续在美国社会 从事与中国有关的 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 是 我知道你现在跟这个 在美国的公民力量组织 也有很密切的联系 未来是不是有考虑 成立自己的这个 公民运动的团体呢 我现在目前在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我也一直会在公民力量组织 从事很多具体的工作 目前呢 我是在那个公民意报做主编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杨宇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你来到我们现场 那么有关于 汶川地震周年的相关报导呢 美国经营中文网上 我们也为您做了相关的介绍 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我们下期杨宇宙 感谢观看